眼间的上官汉肖跟凤旗只一起前来 皇帝的最后一口气 泻息噎死自己 你 你脅迫朕的儿子 父皇 儿臣自请镇守边疆 此事内儿臣所愿 请父皇准愿 臣不准 萧儿 你是父皇最忠义的儿子 臣身死之后 这个位置 是你 儿臣不要 皇帝的话还没说完 再次被上官汉肖打断 他的脸上是八匹马也拉不回来的决心 这话一出 皇帝的脸色更是难看了几分 又指向了凤旗指 咬牙道 你 哼 本座才不稀罕你这破位置 别什么屎盆子都往我这儿扣 真不信 爱信不信 关我何事 站住 老儿 你当真不愿吗 不愿 上官汉肖说得格外干脆 皇帝猛地摔在床上 看向凤旗指的神情里 更是格外的不甘心 凤旗指虽然是屈灵瑶的儿子 可是也有自己的血统 难道只有不想皇帝这话还没说呢 就听到凤旗指道 本座说得很清楚 这个位置我不稀罕 你也别想扔给我 你不要也得要 皇帝努力地支起了身子 却在说的后半句时 重新摔毁到了床上 而这一次 他再也没有爬起来 皇上驾崩了 皇上驾崩了